如何设定会计科目 进入系统,与首页左方功能选单点选维护作业 接着点选科目资料,再点选会计科目 进入画面后,显示系统预设的会计科目 请检查确认预设的会计科目是否符合公司使用 可将不使用项目,边选删除按钮 删除会计科目,边选编辑按钮 可设定会计科目参数,开启修改画面 科目代码,科目名称 请于栏位上直接输入预修改的内容 类别名称有正体中文,简体中文,英文,日文等四种语系 若公司仅使用一种语系,例如正体中文 请于其他三种语系栏位输入相同内容 科目归属可选择 资产,负债,权益,收入,费用,成本 科目类别可直接输入科目类别代码或下拉选担选择 科目性质请选择设定属于 通知科目,交易科目,或备忘科目 若性质设定为交易科目,又该科目属于立冲科目或地研科目 请勾选项目设定 右方的使用否,代表设定是否使用该会计科目 假设需要停用会计科目,可点选停用,并输入失效日期 部门设定与专案设定,可设定会计科目允许部门或专案使用 亦可指定单一部门 最后如该会计科目有常用或固定的摘要内容可于摘要栏位输入 设定完毕,点选储存按钮,完成会计科目修改 如需新增一笔会计科目,请点选新增按钮,输入栏位资料 输入完毕,点选储存按钮,完成会计科目新增 依据上述说明操作,即可完成会计科目设定